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做一个研发的一个游戏之外呢 也有就是带你其他的一个游戏 以及就是他本来就有一个游戏的一个平台嘛 所以跟其他一些相关新的一些公司去合作的话 未来可能会有带动更多的一些 除了他直接之后可以就是做更多的一个研发 也可以就是寻找大家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个渠道的一个合作啊 或者是未来的一些就这个在游戏方面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一次的一个配股虽然是比较大的一个折让 但看到今天对于股价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影响 反而就是吸引到更多的一个资金去追捧 第二就是因为他除了配股之外 也是发了一个CB嘛 然后这个和换股的一个债券呢 他的一个换股的一个价格是定在63块45 然后就是比现在就是涨了20%还要高 当然这个可能到2026年才可以换 但因为他的一个换股的一个价格是定的比较高一些 所以大家会有一个冲击 也就是说这一支信动的一个股价肯定会回到就是63块的一个位置 所以为什么今天也吸引到资金的一个追捧 当然我觉得今天潮高了应该很快就会消化相关的一个消息 因为如果没有很短期看到他们的一个合作 有什么大明显的一个对于他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情况的话 应该股价可能很快就会回落到早前的一个位置 大概50块钱或者是以下的一个位置 但我觉得在50以下这个价格呢 也是对于一些长线的一个投资人来讲 应该还是吸引的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一初 他突然就是从40多块就是涨到100块以上 很快这个呈现一个三角形 就现在已经回落到回归的以前的一个地位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是50块以下的话 进行一些小的一个小注一下的话 中长线应该还可以看到股价会上升 所以呢还是要留意一下 今天涨太多了不要现在急追 可以追在几天 如果真的在回落的话再买进吧 所以说这个消息肯定是一个正面催化 但是股价现在涨了20% 不建议大家追了 如果要是有回调的话 在50块钱下方的话 也可以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再进行布局 那相信其实呢 有这样的一些消息传来的话 大家也会把目光再聚焦 在哔哩哔哩哩和这个阿里巴巴身上 因为做这种心动 我们知道做游戏类的这个公司嘛 所以是不是也是 哔哩哔哩阿里巴巴 未来想要往游戏方面 有一些扩充和布局呢 这个方面来讲的话 大家会不会有一定的憧憬在这其中呢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Bilibili方面呢 其实今天高盛就首次是 给予了他一个买入评级 这方面可能对他也有些催化 而且目标价是给到了1219元 潜在升幅 我们目前看来的话就有达到四成 高盛就指出呢 Bilibili在内地Z时代呢 已经是90年代中期 以至继于这个千禧年代当中 年轻人社群当中 拥有一个独特的一个地位 那平台呢 也是涵盖了多种影片 包括娱乐 动画 科技等等 内容可以说非常丰富 而且质素很高 也能够扩展更多用户 估计呢 去到2023年 Bilibili每月活跃用户 就可以达到4亿 再加上他过展了游戏 广告 直播等方式 可能也会提高他的变现能力 相信Bilibili也会保持强劲增长 潜在风险呢 则是要留意他的竞争加剧 以及监管收紧等等因素 这也是大行对于他的观点 所以也是想听凤舟来解读一下 对于他未来的一个布局 Bilibili这一方面 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 这个1200元上方的一个位置吗 我们可以看 最近其实他挂吧以后 也慢慢的一个 这个股价也是上升 但要突破1000元的话 可能还需要时间 目前来讲 Bilibili就很快 我们可以看到 就跟信动 可能就有一些 就买配股的话 他可以就持有 信动的一些股份 在这个游戏方面 我相信对于他来讲 是进一步的一个增长 增长的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如果说 Bilibili可能觉得是一家 就是视频的一个公司 但原来他 移动游戏 在去年来讲 他的一个收入 是占到整体的一个营业额 是40%是一个相当比较重的 一个板块 所以现在这个 就只有就是 信动的一些股份 这个投资呢 其实肯定是希望 就是把这个游戏的一个板块 再进一步加强一些 然后把这个收益再推高 因为如果我们看去年的话 他移动游戏的一个 月均付费的用户 也是按年上升的50% 就是说 这一个板块的一个赚钱 变现的一个能力 还是相当比较强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他其实在广告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视频的一个业务啊 应该也是继续往上 因为今年首两个月 他其实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参与度 也是上升了35% 但其他同业呢 是录的一个下滑 所以Bilibili在整体的 这个市场是很大的一个竞争能力的 截至去年底 他的一个月活跃的一个用户 是1.91人左右 当然就刚才您提到的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 他二三年可能会可以增加到 就是次亿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以现在他不断的一个 呈现一个平均的一个 月度的一个活跃用户 不断的一个增加 加上这个付费的一个用户 也是处于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 应该整体来讲 未来他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些业务 可以带动 去出现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状态 所以股价应该还是有机会 慢慢去挑战1000元 但是不是短期会出现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 一段小的一个时间吧 因为我们也要从其他的 股份可以看得到 尤其就是第二上市的 通常都受制于就是这一些 在美国上市的这一些股价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短期有机会会到达1000 但是后续到达1000之后 可能阻力挺大 而且还是会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后续可能还会继续波动呢 另外对于阿里巴巴方面呢 对于它的一个影响 我们又会如何来看待呢 阿里巴巴的话 我觉得当然就是大家会觉得 阿里巴巴市电商这方面做的 还是比较强一些 当然就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就是持股应该没有很大的一个 对于它本身的一个业务 没有很大的一个推动 但是因为阿里巴巴现在也是处于一个 就是整体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修改 或者是要整顿 虽然就是股价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弱的一个势头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机会 如果有更多的一个动作的话 大家可以把目光从 本来它的一个什么反垄断呢 或者是内地的一些 一些对于它的一些监管加强啊 这一些慢慢的有转移到 它有可能去再扩大 它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变现的一个能力 所以呢阿里巴巴应该 股价长线还是会有一些上升的一个空间 但现在这个阶段呢 我觉得吸引力还是相对比较弱 而且呢这一次的一个消息 应该也不会很明显的 刺激到它的股价上升 那凤珠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都出现了拉升 比如说美团就大涨超过6% 那腾讯也是涨超4%的水平 小米呢更是涨超2%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今天这些新阶级的龙筒股 都有一个复苏的一个迹象 那这种迹象可以维持多久呢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把握 它们这个波动之间的一些机会呢 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代表 就它们未来应该会处于一个 上升的一个趋势 或者是已经跌到底了 因为最近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资金开始 好像对于这一些新经济股 有一点却步 尤其就是好像要重新做一个估值 所以呢目前为止 尤其就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美国国债资金 还是处于一个高位 所以如果后市它们也是 这个国债的一个系列还是比较反复的话 对于这一些新经济股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挺大的一个波动性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呢 就算今天是入的一个不错的一个上升 但也并不代表未来是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 当然如果你手上是很多的一个资金 我还是建议在最近这个位置可以小助一下 然后做一个长线的一个投资 因为这一些新经济股 我自己觉得未来盈利还是有一个增长的一个空间 所以股价肯定还是会回到以前的一个高位 但只不过是最近这个资金的一个轮动的一个情况下 未必可以像头两个月一样就是资金一轮 就是推动这一些股份 未来我觉得会呈现上落式的一个格局 但目前这一些位置我觉得还是挺吸引的 目前来讲还是可以有吸引的一个位置的 但是要长线持有才能回到之前的一些高位了 也是希望可以给各位提供一个参考 那这一节非常感谢风珠带来的分享 谢谢大家